今天9月17号2023年 这线的年经第242讲次 今天我们在卷8469月第一行 今天讲三件次 阿难如是众生 一一类中 亦各个聚 十二颠倒 犹如粘木 乱花发生 颠倒妙园 真敬明心 聚足如斯 虚妄乱想 佛告诉大家 十二类生里面呢 每一个类生又拒十二颠倒 所以十二乘以十二 就一百四十四个颠倒 所谓的颠倒呢 就是它是虚妄的 你认为它是真的 我们本来是很激进的 现在就变成不激进的 这个就是颠倒 有颠倒就有烦恼 佛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用手呢 把我们的眼睛揉 揉了好几下以后 就会看到 好像前面有好多好多的金星 可是呢 当你眼睛不抖的时候 这个就没有金星了 这个乱花发生 指的是 因为我们的 当初的一念无名 妄想 所以到最后就有发展出 八万世间 是很多很多的 虚妄的妄想 所以才会有十二种类生 在世界上面轮回 这些颠倒呢 是怎么来的 那本来 它是在我们的 如来藏性上面 所 换现出来的 我们本来的 如来藏性是妙缘的 就是 很激进 然后是不变 随远的 是真心 静心 还有明心 就是没有其他 杂染的 非常激进 事情都看得 非常的清楚 因为呢 就是妄想 产生出来了 所以就有 这么多 这么多的 乱想 产生 所以 这么多的 类生 只要这类生 是在世界上面 这样轮回 乳基修正 佛三摩提 于是本音 原所乱想 历三剑刺 方得除灭 如静气中 除去毒蜜 以猪汤水 并杂灰香 洗涤其气 后煮干露 如果想要正到 佛的定 佛定是 定会是圆满的 我们一般 所谓的乱想 它的基本的 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的一念不绝 所以才会 有乱想的产生 要怎么把这些 八万四千的乱想 把它扶住 把它除去呢 有三个方法 有三个层次 佛举一个例子 就像一个干净的容器中 可是呢 装上了毒蜜 现在要怎么把毒蜜 除去呢 就是把毒蜜 要把它倒掉 然后呢 还用那个热水 还有灰香 把它洗一洗 洗干净以后呢 这个干净的容器 就是很洁净了 就可以再装甘露 这个净气 是指的 我们本来的 我们的本来都是 如来藏性 就是很寂静 很清静的 毒蜜 也就是我们的 八万四千的 妄想 乱想 咕嚕 怎么洗呢 要佛的教会 还要我们要 戒定会 然后来修 到最后呢 这个甘露 就是到达佛的果位 云和名为三种见词 一者修习 除其诸音 二者真净 哭其正信 三者增进 为其谢业 怎么除去这些妄想呢 有三个方法 三个层次 一个是修习 这个是 要戒除 要不吃五心 诸音 就是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 这个是造成生死轮回的原因 这些住缘要把它除去 真修呢 哭其正业 哭就是把它除去的意思 就是要把 银杀 大旺 把它除去 然后呢 增进 就是你要有方法 你要精进 尾其谢业 就是你当我们的根 跟尘相对的时候 你不要去拍圆 外面的尘 而知足外面的尘 所以心业没有产生 旧业 它就会枯萎了 第一个第二个 讲的是 定 还有戒 杂乱的乱想 世界上面有十二类生的产生 十二类生都要吃饭的 没有吃饭就活不下去 这样子我们说要吃饭 要吃饭有分为四十 是他们吃饭的方法 断食 就是像我们人 还有天人 还有畜生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把东西切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 我们不是每一天 二十小时 每分每秒都在吃 是我们有分 早餐 中餐 晚餐 是叫断食 初食呢 就像鬼 他不是来吃东西 他是来闻气味的 私食 是指的 禅定为食 这个呢 是在 社界里面的修行人 是私食禅定为食 私食是指的 无社界的修行人 他们已经把前七世 就是把五世 六世 七世都扶住了 这现在是只剩下以 第八 而来也是 为食 他们心里只要想 我吃饱了 那就是吃饱了 所以佛祢 所以佛说 所有的众生都要吃东西 才能活下去 这个肝就是对身体有利的 有帮助的食物 毒 毒就是对我们的身体没有益处的这些食物 那我们先来看什么叫五辛 五辛就是葱 蒜 蒜 韭菜 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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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洋葱 蟹就是 笑头 我们在中国超市有看到这种罐头 所以这个称为五辛 吃五辛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有什么样的效果 你生吃五辛的时候就会容易发脾气 你把五辛然后煮熟来吃就会发瘾 就是有淫欲的心 所以想要求三磨蹄 三磨蹄就是三磨 三磨的前面就是深磨托 就是直观 把眼耳鼻舌身 把五根管好 然后三磨是定中有慧 三磨的后面就是弹罗 弹罗是定慧是一体的 所以要戒五辛不吃五辛 如是世界十心之人 重能宣说十二不惊 十方天仙 贤其臭惠 贤皆远离 诸恶鬼等 因比十次 是其存稳 常与鬼注福德日消 常无利益 世间上面如果呢 要吃五辛的 很爱吃五辛的人 没有把五辛戒掉 即使他能够说十二不惊 十二不惊就是十二种类 像我们在经文上看到的 长行 重送 受祭等等等等 这个是十二类的 经 就是长行 就是我们里面看到的经文的部分 然后受祭呢 就是佛跟菩萨受祭 什么时候成佛 还有其他的种类的 如果你能把这十二种类的佛经 都讲得非常滚瓜烂手 可是呢 十方的天人菩萨 或者天仙 都不会来守会 守护这个修行人 因为你吃五辛就臭的味道 所以这些十方天仙 都会远离吃五辛的修行人 还有恶鬼呢 他是很喜欢吃五辛的 因为呢 他就会闻气味 他就会舔着你的嘴唇 因为他很喜欢这个五辛的气味 所以唐跟鬼住在一起 这样子呢 你的福德 这是一天比一天的少 唐之间下来的话 对自己都没有什么利益的 是有害的 是十心人 修三摩地 菩萨天仙 十方善神 不来守护 大力魔王得起方便 现作佛身 来为说法 非悔 境界 赞淫 怒吃 吃五辛的人 如果你要想要修定 这些禁界 他就跟你说不要守五价 然后呢 他会赞叹 云很好 然后贪生吃也非常好 命中自为魔王眷属 受魔福尽 堕五间玉 阿难修菩提者 永断五心 四者名为第一 增进 修行 剑刺 这些初五心的人呢 这些 跟魔王在一起 然后跟那些魔王 摩子摩孙 吃吃喝喝 然后玩得非常的高兴 可是呢 他死了以后呢 他就会躲 无间玉里面去受苦 去受报 所以佛 告诉大众 还有阿难 要修 菩提者 菩提就是觉 就是佛觉 想要修到佛的果位 第一个就是要断五心 这个是第一增进修行的剑刺 是第一个层次 今天讲到这里